这道菜呢又号称是欧洲东北菜 这外皮比薯片还脆 里边的肉啊是嫩的爆汁 当年就是靠这道菜 让我在这世界级的比赛中夺得了冠军 不用烤箱不用炸 按我的方法您在家就能复刻 猪前肘盐和糖 然后我们用手呢去搓这个肘子的表皮 这样呢可以起到一个清洁作用 因为盐糖的这个摩擦力会比较强 同时这样就可以去掉一些猪肘子的 一些表皮的这种的山腥味 差不多要搓个两三分钟的样子 然后呢我们来准备这些腌制的配料 其实很简单就是葱姜蒜 但是我们葱用的是洋葱大姜片 整瓣的蒜轻轻拍松一下就可以了 香料这边呢我们用的也是比较简单 只有香叶和白胡椒都是起到去腥的作用 您用手呢稍微去抓一抓 这样让它的汁水啊可以更快的释放出来 然后这边呢准备了一个应该算是德国土特产 就是啤酒 既可以起到这个去腥腌制 同时呢也可以增加这个肉的肉香气 可以去抓一抓 刚才我们给它做了一个干搓 现在做一个水浴 肘子呢我们放到冰箱冷藏 大概需要两个小时的时间 这会儿咱们来取出来 把咱们的肘子呢 从这个香料水里把它捞出来 把这个料捞出来就行了 这肘子要想做到这外边脆脆的 里边还嫩嫩的爆汁的状态啊 可不是直接去烤 咱们得先把它蒸熟了 蒸锅呢上汽盖上盖子 中小火状态就可以了 蒸一个小时 时间到了咱们关火 把咱们的肘子先取出来 这些汤汁啊香料啊 这回是彻底没有用了 咱们准备上一小把牙签 给它放放油 这可是一会儿这脆皮肘子 出脆皮的关键 外国大厨都不会这个 他们可想不出这招来 他们哪有咱们的饮食 这么博大精深啊 它的油脂和水分通过皮 可以往外释放 这样的话才会让它产生 那个脆的那种状态 今天咱们就用家里都有的 空气炸锅来炸 这样的话比较方便 调到180度 我们先来一个30分钟 30分钟时间到了 咱们拿出来 就表面上这些油就已经流出来了 这个现在只是熟了 它还没有达到这种 德式脆皮肘子 这种脆皮状态 所以下边还有步骤呢 您接着往下看 这配菜该登场了啊 把这菜呢喷上点油 咱们把它拌一拌 一会儿和这肘子一块烤 给这肘子呢 增加它的这种符合香气 但这道菜呢 又号称是欧洲东北菜 因为它里边有一个酸菜 给这酸菜里啊 只需要倒上点油 拿筷子给它拌一拌 先把这个酸菜啊 咱们铺在中间 然后剩下的菜 咱们分散在旁边 这肘子呢 放在酸菜上 这样这肘子啊 一会儿再烤的时候 还会出点油 就留在这酸菜上了 让肘子里边有酸菜香 酸菜里头有肘子香 在入锅之前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步骤 就是给这个肘子上面 刷点白醋 这个也是让这个皮 吃起来不仅仅脆 而且呢 不腻的一个关键步骤 刷完了白醋的肘子 咱们直接 放回空气压锅 这回啊 温度调到200度 时间呢 还是30分钟 时间到 嗯 真的是太香了 清品的外脆里嫩的大肘子 再配上这一口酸菜 咱们齐活 开吃